被稱為蚊子機場的屏東機場 目前一個禮拜只有三個班次 航空公司不堪長期的虧損 向交通部申請停飛 所以使用率太低的屏東機場 八月確定關閉要走路歷史 諾大的後機室空空蕩蕩 沒有任何乘客 連航空公司的櫃台也無人助手 只留下服務臺一名工作人員 屏東機場呈現半關閉狀態 自從九十六年利用航空接手 經營臺北非屏東航線 搭載率一直不高 目前一星期只有三個班次 航空公司不堪長期虧損 而向交通部申請停飛 去年屏東機場台北屏東航線 共飛了兩百四十四班 搭載三千五百五十二元 今年一月到六月統計起來一百四十四班 也只有一千九百九十七名乘客 一架飛機是五十六人坐 平均一班坐不到十五人 而屏東當地居民 平常要到台北不是自行開車就是坐高鐵 對於機場即將關閉認為影響不大 沒什麼影響問題 主要如果要搭飛機也是都到小港機場 不然就搭高鐵這樣子 更有民眾表示平坦機場浪費太多公共資源早該關閉了 都沒有人啊 根本連車連三台也沒有 我也是好啦 建議南部都不會太多了 屏東航空站是在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成立 已經有十六年的歷史 是在九十四年五月才移到現在屏東空軍基地北機場位置 民航局表示 預計八月關閉的屏東機場 未來將移交給海軍來使用 記者楊琼如 陳顯坤 屏東報告